大家好 我是台湾林飞期协会理事长 土月华 很高兴我又来到温馨书院 跟大家继续来谈所谓的环保 环保这两个字很沉重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重量 会压大喘不过气来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循环的概念 一个所谓的一个圆圈圈的概念 很多人会在某一个点上面去强调 他是一个环保人 但是我想一个你真正关心这个环境的 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 它都是一个圆圈 最后都会绕回来 我们讲这个绕回来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住 跟我们走路 什么样的东西会最后 会因为你的行为 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绕回来 我们从住来看 从住来看 住这个东西 我在科隆的时候有特别的感觉 在德国的科隆 我在那边待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忽然间发现 它在那边的生活体验 跟我在中国或是日本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德国它毕竟是一个对能源很有感的国家 对能源相当有感的国家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要去科隆之前 我当然就是透过网路要去找一个住的地方 那这是一个公寓有三个房间 我就跟几个大学生住在一起 我很惊讶的事情是 那些他们的厨房里头 跟我们一样会有一些厨柜 或者是什么 可是他们的东西不多 他们就是几个杯子 几个盘子 然后他们那边住了三个大学生 跟我总共四个人 你会发现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不多 我那时候觉得 德国是个富裕的国家的形象 跟我在生活中看到他们简单的 那是有一点背道而驰的 那是有一点背道而驰的 我在那边的时候看到他们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房子空出来呢 他们说原来那是一个客厅 但他们使用客厅的几率很少 几乎没有在用 我们试着想想我们在台湾生活的我们 我们常常用到我们的客厅吗 其实我们并不经常用到我们的客厅 尤其是当我们很忙的时候 我们的客厅常常都是空的 我们回到家就睡觉了 前不久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相当可爱的照片 它就是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椅子 不小心就长出了一堆衣服 然后有一个人回答说 我家有两张会长衣服的椅子 各位可能有三张 可能有四张 我家也有 我家也有 那表示什么 我们在住 在居家生活这件事情上面 需要断舍离了 太多了需要断舍离了 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我居住环境的断舍离 那个起心动念 是因为我15岁上台北那个小包包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生出了那么多东西 需要15吨的车载回我的母亲家 载回母亲家还不打紧 重点是隔天早上我就上台北工作了 我有一半的时间在台北 一半的时间在苗里箱子我都没有动 我只有把一些必须的东西挖了几间出来 两年过后我的箱子还在那里 我妈妈受不了了 然后他要我整理 我就对着那一堆箱子 我忽然间发现 我没有那些东西我过了两年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那就表示我太多了 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做所谓的居家的布置 我喜欢居家布置 我喜欢做一些漂亮的包整 我喜欢很精致的茶杯 我很喜欢很精致的餐具去装我做的料理 这些我都喜欢 可是我好像花了太多的时间精力 在赚钱在做这件事情了 后来我就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减少 而且基本上我真的用不到 我没有他们我反而更快乐 我就开始上网去送 我送了很多年 我到现在还在持续做这件事情 这个居家的断舍离 它不会一次就到位 不会一次就完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活中的需求 随时随地都在改变 每个年龄需要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你回家检视一下 你家里有哪些东西 真的让你好费了太多时间跟精力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刚刚提到了餐巾桌巾这个东西 我以前真的很爱 而且我有很多 我很讲究气氛 我家里一定要切花 然后切花是什么颜色 我要配什么颜色的桌巾 我到底在执念什么 我现在仔细看自己以前的样子 我还真想不起来 我到底在执念什么 后来我知道 其实切花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使用了相当程度的化肥与农药 它才能够长得这么的漂亮 毕竟我们不是用来吃的 是用来看的 当我们收到人家很浪漫的 送了一大树花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委婉地告诉对方说 谢谢你的花 然后他送我怎么办 没关系 委婉地谢谢他 我收到你的心了 下回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东西 或别的方式 我们可以委婉地去拒绝这一些 别人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 我们换个方式 那个爱不会不一样 那个爱是一样的 讲到这些东西 就是我垫了桌布 我摆了花好漂亮 接下来我就得做一件事 我就是收起来之后 我就得洗它 洗它要用什么 要用水 洗它要用什么要用清洁剂 那些其实对环境都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污染 好 那我现在都不用了 我现在都不用了 我有没有很快乐很快乐 我告诉你 我真的多出很多 以前拿来洗衣服的时间 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再来就是有些人会问我说 老师你说那么多 那3C有一次有一个记者 他打电话问我说 老师你真的都不用塑胶吗 我回答他说 我现在拿着手机跟你说话 里面就是塑胶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需要它 我们需要电脑来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东西 它可以帮我们减少纸张的用量 它可以帮我们减少纸张的用量 但是我们只需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用成为什么粉 我从来就不着迷于3C 它带给我的虚荣感 我只是觉得功能够就好了 因为你会注意到 你那个手机有很多的功能 你真的用到的就是那几项 基本的就好了 好 你只要了解说 这个3C的产品 当它被丢弃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头 去处理的时候 有铜工的问题 有土地污染的问题 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你就会觉得自己不需要成为一个粉 那些重金属污染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告诉各位 水在全世界都是流通的 所以当我们有任何 在任何一个地方 有任何的脏东西排到水里头去的时候 经过了洋流 有一天就会绕回我们这边 即使不经过洋流 鱼很会游嘛 鱼游的时候 也会把那些东西都带回我们的身边 这是一个循环 这个地球所有的生物 跟之间的互动都是一个循环 所以这些3C的污染也好 或者是我们居家不断舍离的时候 用的清洁剂也好 其实最终都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讲到清洁剂 我们现在在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比减速还要重要 那就是减零 我们在清洁剂里面的零 那是比塑胶微粒 更不容易看到的一种污染 因为我们太习惯用它来清洁我们 我印象中我的祖母小时候是不用这些东西的 我去回忆我祖母用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把碗洗干净 我注意到他只用热水 还有天然的菜瓜布 还有纯棉的抹布 就把我们所有人的吃的东西 用的东西 穿的东西 全部都洗干净了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不用清洁剂 你的头发也不会脏 我不用了 我不用洗发精了 那我的衣服我也不用洗粉 我也不用洗粉 你说老师那洗得干净吗 我可以告诉你 不但洗得干净 而且很干净 为什么 你不用再担心广告告诉你的残留的问题 如果那个残留不留在你身上 它就顺着水流在土地上了 最后还是经由15年回到我们的身上 我的祖母洗碗是用所谓的三碗水的洗法 大家听到那洗法都会觉得怎么可能洗得干净 我不停的在做实验 它是可以的 它是可以的 一盆水你先把基层的脏污清掉 然后你再用第二盆水去清洗第二层的油 到第三盆水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碗绝对比你用洗碗精洗还要干净 因为你不用担心残留 你不用担心残留 很多人说老师你这样说太严肃了 那我去选择减磷的无磷清洁剂可以吗 无磷清洁剂里面有些成分 有些什么成分我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用自己做的手工皂 那个我还用一点点小苏打 我的生活很干净 我可以把厨房跟客厅弄得很干净 而且我活得很自在 然后呢我对于化学的味道开始觉得敏感 我开始意识到说 以前我觉得很香的东西 现在它其实并不那么香 它并不那么香 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化学东西 却对我们的身体是不见得是好的 只要想到说不残留在我们的身上 不残留在我们的碗盘里头 我在科隆的时候我看到了让我很感动的几个画面 就是他们的自行车道很完整 行人的路权也非常的完整 一个文明的国家重不重是人权 这个基本的人权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呢因为这么完整 所以我常看到父母亲带着小孩子骑大小脚踏车出门 我很喜欢那个画面 我拍了好几张照片回来 我觉得那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回来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脚踏车 所以呢我一部脚踏车 我骑他去买菜 然后呢我走路可以到的距离 我就不会开车 不会骑摩托车 我就不使用任何有油耗的交通工具 因为有油耗的交通工具 除了我们汽油的钱以外 其实在我们维修车子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会去产生一些废弃物 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少想到的 为什么我们要尽量的搭乘大众捷运系统 或者是大众运输系统呢 我们的车子在开的时候 我们的轮胎那个向脚 它跟地面摩擦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微粒被磨出来的 我们的车辆 我们地球上那么多的交通工具 在行走的时候 它跟路面摩擦出来的那些废弃物 雨一下的时候是全部流散掉了 流散掉那成为一个污染源 这个污染源是最近才刚开始被讨论的 所以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移动啊 那我们就要去考虑 我们移动的距离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是步行 或者是脚踏车 或者是公车 或者是节约 或者更好的是 有越来越多的人所选择所谓的电动车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 就是交通的垃圾 交通的垃圾 如果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几个减少旅行垃圾的方法 以前我们要坐飞机到外面去的时候 我的方式是我拉长我在海外的时间 我拉长我在海外的时间 我坐飞机的次数就是减少的 那不是一个容易安排的状况 那我就不去了 我的选择就是不去了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那要再不然就是说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选择 最低污染的一个移动的方式 像我同学很厉害 骑着自行车 我看到把台湾都欺骗了 切西瓜也切 切地瓜也切 那个我做不到 但是我很佩服他 我相当佩服这样子的同学 所以旅行有很多的方式 在一些比较先进 比较文明的国家 他们甚至只是践行而已 只是到大自然里头去而已 你跟大自然接近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会了解他 你了解他 你才知道怎么跟大自然相处 我们讲到了刚刚交通工具 讲到一个东西叫电动车 我曾经开过一段时间的电动车 我喜欢电动车 因为它相当的安静 我觉得一个文明的社会 它应该是最低噪音的 每个人都心平气和的 电动车就给我这样的感觉 但是如果我们用电 它不是一个安全的电的话 我们开电动车是很有压力的 那什么样的电比较安全呢 再生能源是安全的 像在德国 或者是一些欧洲 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 他们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 已经超过百分之百的时候 用电动车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很放心 当然现在那是一个理想的境界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的车子 都是电动车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是那样 因为电动车里面 也没有很多的零件 那些零件基本上 现在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一个垃圾的问题 那些换下来的机油 那些换下来的机械 都是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常说环保这种东西 当你去 你没有意识到你做的事情 对这个环境有什么影响的时候 你不会想要去保护 保护我们这个环境 基本上环境 也不需要我们保护 因为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 人类始终是一个 我觉得那是有点傲慢的心态 就是我们被教育成说 人类是万物之灵 我没有觉得人类是万物之灵 我觉得人类只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 我们跟其他的生命都是平行的 共生的 没有所谓的谁保护谁 而是在互动当中 我们尽可能的让其他的生命 也能够获得保护 我们尽可能让其他的生命 不会因为我们人类的生活而消失 我们常说我们抢救大自然 事实上是大自然在给我们机会 去了解我们之间共生的关系 或者是互动的关系 就像经典里头说的 如能遵守喜万物 福有又归或不清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各位把这两句话 放在心里的话 一定能够跟我一样 很自然而然的就活在一个 对这个环境非常友善的生活模式里 今天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成为一个积极的环保人